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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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純粹是吵架 當然沒有那麼有娛樂性 但我覺得會有知識性 首先要定位 我在宣傳節目時打了一段介紹 這裡有三個人 一個是招套派 我承認自己是招套派 但我不承認自己是本套派 一個是黃絲 當然他可能承認自己是黃絲 只能叫他激進民主派之友 或者你是深黃之友 但你又不是黃絲 一個是藍絲 但他不肯認自己是藍絲 他說自己是金絲 我覺得做藍絲是很羞恥 但我覺得做黃絲也很羞恥 我覺得也是 藍絲和黃絲也很羞恥 雖然我不經常招套派 但我只要招套派不羞恥 你叫我說 起碼招套派 你們還可以鬥著決定 藍絲和黃絲更加強勁 一說 你就會很容易想到最蠢的人 當然不是所有黃絲和藍絲都很蠢 但最低限度是有很多都很春意 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無論如何 既然我們大家都一個不肯認本土派 一個不肯認黃絲 一個不肯認藍絲 都是另類極端光譜的分佈 所以都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今次的補選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要問問大家 我單刀直入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為何李翔會輸 即是鮮游 金絲的分佈 根本不夠票 如果建制補選 很簡單 但不要問蔡子強懂得分析才可以 蔡子強會說真的不夠票 不夠票 所以就輸 不是 蔡子強不是 剛才我聽見他說 他還說是因為李翔人搶了馮檢基的票 不是 馮檢基搶了李翔人的票 不是 馮檢基 地居工作做得好 李翔人的地居工作做得不好 他曾經說過 年輕人不投票 他亦有說 因為年輕人不投票 所以就不夠票 我真的心想 今時今日做選舉評論都做到這樣的水平 現在本土派加上招牌的10% 應該 凌發的90%是46% 44% 或者45.5% 即今日建制派的票 已經多過泛民 如果不計本土派 六招牌 所以如果當初的時候 整個散運之後 那些泛民多了票 是本土派招牌 即是六四比 可能都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是有些人 就是死都不投理 那些人 你沒有Candidate 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都有兩款的最低印度 有一些人 就是你所說的資料老派是不投理 有一些人 就是類似我的心態 太肉酸 怎麼投得下手 是的 所以李翔人事後檢討的原因 兩個都是值得說的 李翔人說的就是因為選民深淡 但是深淡 其實不是對議會 當然有部份是對議會深淡 就覺得投編下去也沒有分別 但有些人 其實是對泛民這個機制 去陰點一個李翔人出來 李翔人的問題是這樣 我不能夠說李翔人差 因為相對來說 陳奧欣也差 李卓人差極 但是他有貼嫁 因為他做了那麼久地區工作 陳奧欣 至少都有知名度 陳奧欣 他是新人 他都沒有自己的班底 兩個是各有各需的 所以這些是拉平了 我只能夠說 如果泛民拿一個楊岳橋 今天有一個人跟我說過 他拿吳柯宜也出來贏 吳柯宜當然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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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輸 但沒有輸得那麼多 他們說到好像候選人不重要 候選人可能在建制方面不是很重要 但在泛民內當然是很重要 首先我今天看的選舉 我拋開自己的招土派身份 從中產角度來看 我看你們計算是否準確 有沒有精打細算 選舉就是一盤數學 之前周遠大師 咪後也有說過 你真的姦有姦輸 原本兩個補選議席 你一起選 你就起碼贏一個 你的心態是想著 我們有六四黃金比 無論如何都可以分開選 就贏了兩席 結果分開選 兩席都輸了 這就是真是蠢 他不是姦 他真是蠢 他計錯了 純粹是高顧自己 現在在這個形勢裏面 其實他數到票 因為他數到究竟有多少本 他認為自己承諾了所有本土票 那你就六四黃金比 其實連馮檢基也計算 馮檢基扣你一成 那六四黃金比扣一成都五四 現在馮檢基也輸了 你有馮檢基也輸了 其實你現在馮檢基 他分開選是比較久的 所以他現在的票是多了 兩個人這樣的票 是多過你們現在一起選的票 所以實際上你們整個計算 你們是以為你可以吸收樓小禮 所以你贏了 實際上你原來已經流失了很多本土派票 我簡單說就是這些都是有很多中產買股票 因小失大的例子 意思是為什麼 你經常都想著升幾個價位好放 賺了現在找到一頓茶 跌到趴街 是死渣爛渣的 其實意思都是 你經常侯著那些型頭小利 就想著我可以立多一席 或者其實我迫到那些本土派沒有選擇 便會投回我 他沒有想過大局大趨勢已經轉變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除了他擺出來的選擇是有些堅實的 另一邊的本土派 你當作左膠本土和另外右翼的本土 左膠的本土就可能投樓小禮或者嚴肇重言 但另外那邊的本土其實跟他很不一樣 其實是這樣 他已經吸收了一部份本土 本土派本來不是10% 他吸收了劉小禮、姚松炎的系 左膠本土 不知道張慎平說不知本土 即是香港眾志 他其實吸收了 但是那一堆人家那一堆已經是被你們吐氣 吵著那一堆是很不順的 那一堆當然是一部份電視招待 所以除了一個選擇可不可選之外 他們怎樣去Present這個選擇 他搞的工程的時候 好像說你不投他不行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李卓人經常都說深淡 深淡的原因是來自兩樣東西 一就是你吹大了 你經常都說關鍵一直沒有你香港滅亡 梁家傑夠膽出來說 是對的 關鍵一隻 你看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關鍵一隻沒有香港滅亡 是對的 只是他們用得太多次數 你用得太多了 爆了卡 是對的 為什麼不對 這條條條是好 但是問題是你不停用著 你沒有新意 你沒有說是不是老點 你這樣說 我不能夠說他是老點 所有選舉都靠老點 就是韓國瑜 陳水扁 你講講就算是奧巴馬 特朗普 有誰不是老點 這個他們又錯估了一件事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是金元的記憶 三個月什麼都不記得 他們真的信了三個月什麼都不記得 沒有想過三一一補算 你才用完這條條條 然後你輸了 那關鍵一隻沒有了 香港已經滅亡了 香港在半年之後是沒有滅亡 現在是在滅亡 不是香港問題 現在香港在沉淪滅亡 你看再沉淪下去 誰說香港沒有 明日大不過 為什麼現在加起來都不夠贏 在我的分析就是 你泛民吹大了一些東西 意思就是 你低估了香港市民的記憶力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香港市民 就只有三個月的記憶 三個月之後什麼都不記得 但是你都不要離譜 三一一補選的時候 你才說過一次 關鍵一正 香港如果沒有泛民就滅亡了 然後去到十一月 你又用回同一條條條 那香港人會想回 不是啊 三月的時候地球已經滅亡了一次 現在在沉淪 是慢慢滅亡 現在慢慢沉淪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都說 現在沉淪要這樣 但是你看到那些人說要移民 最後都是未移民的 每個人都勵死香港 那倒過來說 你那個沉淪實際速度太緩密 很多人感受不到 所以他就覺得沒有所謂 還有你沉淪的話 關於立法會什麼事 沉淪的意思就是 沒有了否決權 就會修改了議事規則 以後就沒有議員可以在議會上抗爭 我覺得立法會會做到的 未日大輿會過 未日大輿會過 就有1萬億下海 他沒有想過一件事就是 收改議事規則上次已經收改了一次 李剛施已經說 收改不了了 打開決口了 決樓打開了 為什麼現在又無端端有一個新一輪的決口 決口打開了就永遠都流水 但你老實說 議員高鐵不是這樣說 未日大輿 這樣算不算到舊結果 其實問題就是 現在不是說三個月的幾個問題 現在是說你欺負一些無知 這個就是林夕說的什麼問題 林夕說韓國瑜 韓國瑜說他都說的 實際上execue不了 韓國瑜說的實際上execue不了 泛民說的execue不了 當年特朗普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他的execue不了 所以execue是最多的 但其實民主選舉就是說一些execue不了的 如果民主選舉這麼老實 就不用說 你具體不懂什麼叫民主 所有民主由此以來都是老一時點 如果說實話就不是民主選舉 但是老點都要有一個緩衝期 你不可以一年都沒過 屍骨都沒寒 你又找回同一條招來的 不行了 今次死定了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恐嚇疲勞 同一條招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同一個slogan 你也不可以 很容易就被別人連鎖 你上次好像用過了 slogan 不是 招是可以的 即是民進黨 每一次在這二十多年來 每一次都是玩雙瓣 玩族群 是近一次才不行 但是他每一次至少轉個口號 你轉個口號 你轉個口號就這樣 幾個月前 你都隔幾年 是啊 不是 補選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補選令到選舉間隔很近 你四年一次 感覺就沒有那麼明顯 你幾個月一次就實在太難 又話說我上次忘記了頭 或者什麼 還說我好像睡醒了 好像沒聽過 我這裡想拉遠一點說 我今天看了一個 在香港我覺得是一個近年 近期最重要的一個公投 比昨天的保選更重要 不過什麼時候有公投 話說有個叫Kian Lee的網友 他就用了Facebook投票 現在應該有三四萬人投票 問一條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時光倒流 讓你可以救一個人或一樣東西 那你會救什麼 兩個選擇 一是救你除人 令到他可以重新當選 一是救廚師排肌肉腸 令到他不用倒閉 我先不要問你們 我說一下我 我是拋開了政治立場 我第一時間是動物性式的直覺 當然是救肌肉腸 沒有理由救你離場 現在有96%的人覺得 要救了肌肉腸 是比你離場重要 那你怎麼會贏到才行 例如大仙你覺得你會怎樣投 我當初的時候 曾經有個人問我 因為當初是白零琴 有Facebook支持白零琴投票 我跟著我跟白零琴說 其實你都不特別覺得很開心 我支持你 其實如果有人給20元我會 我都要20元我不會支持你的 所以你有朋友 我這樣說 如果你是肌肉腸 我又不是肌肉腸 很難選擇 但如果你有少少利益 你真的給20元我 你不用全靠我 另外當然問題就是 現在那個武選也好 香港的政治環境也好 你太多恐嚇性和負面的東西 其實選舉要給希望人 你不停跟人說 你不選我就怎樣怎樣 你不選我就香港滅亡 世界滅亡 這個感覺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再去跟隨你這個遊戲規則 其實我們上一次的節目也有說過 不要說香港 香港人現在在大陸住都好 大陸夠封閉 夠不法無法無天 你如果生活得小心一點 穩陣一點 其實這些所謂言論之下 對你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爭取到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用這個藉口來騙我投你票 那些人就未必會覺得 我寧願被你騙我都要投 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個人都沒有事 很多人都沒有什麼 就是那個人 如果你不是我KOL 你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講話要有人聽 你講話都沒有人聽的時候 你就沒有言論自由 大陸 很多事情你私下講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是在網絡上寫 因為你沒有被人聽到 但是如果你在網絡上沒有like 沒有什麼的 亦都不是很大問題 還有很多人 我這個有一個很深刻印象 就是爲什麽那些人 以前在民國時代 是有遷律自由的 一告了共產黨時代 就變了胡植 就變了胡植 本來有胡植的 但民國時沒有 清朝有 之後都說爲什麽變了胡植 那些人不能走 你去別處都不行 爲什麽那個人 爲什麽那個人 不會對共產黨政府抗議 因為那個人根本上 就有遷律自由 他都不遷律 他都一輩子都留在農村 那有沒有私生自由 對他有什麽分別 即是我們現在所謂爭取很多自由 其實表面上我們好像很需要他 但是實際上 我丟掉他 我是仍然生存 沒有香港關係法 就沒有特區護照 對嗎 但是那些人都不去旅行 特區護照有什麽用呢 我又覺得如果是關係法的話 都很多人想要 但他覺得寧願跟美國說 都不需要跟泛民說 不用看議會導力做到什麽 還有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議題 你需要說的就是 有很多人說 這次不是一個經濟選舉 就贏了 經濟議題就贏了一個政治議題 這個是贏了一個陳健康 陳何若欣 他說現在不是了 那些人不喜歡吵架了 我們要民生 我們要經濟好 我又不同意 即是他贏還贏 是 我都猜他贏 但不是因為這個議題 很簡單一件事 即是你說不要爭拗 我是同意的 很多人覺得很煩 你又不是真的改變到香港 即是如果你真的改變香港 我就覺得都應該要用我的票去改變 現在改變不了 不是 我覺得激進泛民之有 激進甚麼 激進深黃之有 他們又不是這樣看 他們不介意吵架 他們反而要記得吵架 他們覺得反而認識 他們的支持者是不斷吵架 他講 positive 的問題 剛才講 positive 的問題 即是你現在說 守著香港淪陷 香港淪陷是沒有辦法的 至於香港獨立 搞港獨的那個 至少是一個希望 港獨立是一個希望 港獨是一個希望 香港不淪陷就不是一個希望 明白嗎 即是你講的那個問題 我提供港獨 雖然很辛苦 不過是有希望 即是向上 你現在就淪 我只能夠令你沒有那麼快淪陷 那就真是很無忍 所以港獨有些人會說 至少我買了六立彩有頭獎 有頭獎 你不是 你說現在買了六立彩 你是輸一半的 陳凱欣就算怎樣壞也好 起碼他說的那件事比較正面 我們做一個比較和諧的香港 共同發展 政治就是這樣 你現在要叫人家投票 你現在不是很怕人去勒索 人家去人家交錢出來 投票是自願的 最後現在超時 但我都想再說一件事 就是招土派 今次這個選舉 就是告訴你 你就是欠那些人的票 但我今天看到那些 你那些就是關鍵質票 反而是 我真的很失望 今時今日還說 我們都要面對那些投票 不支持我們的選民 但他沒有提過 喂 這班人就是不妥理 所以就變成了招土派 你現在說來講 你還覺得 他們是因為想你死 而去不投票 如果我是想你死 而不投票 你怎樣勸都沒有用 現在他們還未搞清楚 你是要衷心去反省 為何這班人由心黃 變成了最憎恨你的人 但我覺得這次他們沒有反省 好 今天的話題就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